欢迎收看高约三新闻台 你好 我是主播李佩萱 我是飞行到这里的历史主播历史哥 为您搜罗最酸的大小事 不过新闻首先 怎么能够忘记侯友宜 这个我们侯友宜正式被国民党 提名为总统参选人之后 首次跟韩国瑜的同框 却因为一张椅子 让整场焦点回不去了 即便塞好两个人要并肩而坐的 不过韩国瑜入座之后 跟侯友宜之间巧妙维持着一种 社交安全距离 这是爱的距离啊 飘出正正的韩义 而知道韩国瑜一上台致辞之后 侯友宜马上被直击乾坤大挪 这韩国瑜侯友宜啊 真的是距离一定要紧密 所以这才算是什么 侯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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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 只可惜韩国瑜讲完周回 最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拉椅子 坚持已读不回 结束了这回合的移动迷宫 所以这就是我跟你谈塞子 你跟我玩椅子 侯友宜的友宜小船 真的是说翻就翻 说回就回 到底是友宜没有宜 还是侯友宜 友宜友宜 韩国瑜啊 掌声欢迎来 小船 喝了友宜 喝了友宜 我有走音 但不影响友宜 然后市场有移动影 被大家就说是侯友宜 你没太会想象了 太可怕了 因为我们都是面对后面的讲台嘛 那沿路行的桌子就会 椅子都会揉动 那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不过接下来这些 可能就很希望 侯友宜可以能够帮忙 移一移 否则就会全身湿了 有网友在脸书社团 路上观察学院 分享自己骑车 募集了午后雷震雨 所造成的阴阳分界线 一个名泉大桥 这桥上桥下竟然干湿分离 而最后三秒的红灯 想必这骑士们的内心 是何时该前进 何时该放弃 有这样的前途 你会几点回家 而在大陆的江苏 同样也有网友拍下了 暴雨正面冲击画面 幸运的是 连雨滴都懂得等红灯 正巧在面前给停下 没能成为诗人 老天爷一视同仁 当狗狗第一次碰上下雨的时候 这个反应的灵敏度 只能说声 失狗一内 那边下雨 这边没下 就差这么一点点可能会全身湿 但有的差一点点却是最遥远的距离 有一名国小的弟弟他正值换牙旗 缺了两颗门牙 却在要吃蛤蟆的时候遇到了人生最大关卡 我想嗑但是嗑不出来等到思念向海 妈妈在一旁拿起手机耻笑 记录弟弟这望眼欲穿的崩溃现场 而蛤蟆呢 鸡骂在哪里 吃海鲜没有很奢侈啦 但是对于缺两颗牙的弟弟而言 要吃到还真的很奢侈 怎样啦 用这个啃不出来啊 你用我换酒 再一次再一次 再一次再一次 好 但是要讲到奢侈消费啊 民众党总统参选人柯文哲宣布 将办个人首场演唱会 没错是柯文哲 柯文哲 不是柯友伦 哎呀 票价进一步曝光 说实体票只有300到400张 不过每张票价8800元 等同于韩团Blackpink高雄的演唱会 最高票价 这是赚钱的好选择 所以呢 这个是怎样 同场加印 人家听的是英国天堂Coreplay 那我们今天听的是什么 Coreplay Coreplay也要8800元吗 都是8800 哎呀 你看歌星 我们在这个8800去看科星吗 哎呀 科学家就是这样 这到底科不科学 科学家当中最厉害的大导师叫 王世健他开口了 你知道吗 最苛刻的王世健 他说呢 他替科粉的荷包君感到 可怜啊 我不但柯文哲的不会买 我没有买过这么贵的 这个演唱会门票 没有 这个大概天价吧 这天价 这大概是那种 天团才会有的价格吧 那过去 我在议会 狂风柯文哲 结果他 还是没事 所以 柯文哲是 防弹阿伯啦 所以 防弹少年 卖那么高的票价 防弹阿伯 大概 也有那个价码吧 所以 这个可能是 他的想法 不过柯文哲的演唱会 至今还没有公布彩蛋 考量柯P在政坛的交友 单纯 神秘嘉宾是高嘉宇的可能性 就大幅上升了 不过高嘉宇跳出来强调自己 没被受邀 不会出席 还顺带预告自己的演唱会 将在今年强势回归 歌星回来啦 更主打自己的票价 绝对物美价廉 余音绕梁 真不愧是全能歌姬 有着无畏观众高歌 离席的底气 拿CP值 感觉隔空跟柯文哲 高来高去 那如果柯主席邀请您 您会参加吗 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耶 因为毕竟我还要准备 我自己的演唱会 今年大家最期待的演唱会之一 绝对是高嘉宇演唱会再回归 他开了这个票价8800 是有点夸张啦 因为如果说要比较Blackpink的话 那你至少也要唱唱跳跳 而且Blackpink至少也有四个人 那说莫款演唱会我可以说是十组 因为四年前我们就已经办过 不要忘卧从哪里来 不好意思 我自己好像太高了 那个时候也是万人空向 确实是一石之泉 心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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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大家余音烙凉 久久不能忘怀 为你这年 放轻的心甘 真像你的梦 我们的心未散 为你我这云甘 而且连唱了四个小时 绝对是物美价值回票价 那些都是挖钱来问他 他们都是赤三家 不要退票 没有人违规被抓 还忙着跟警察勾来勾去 新北三重这一名骑士 他违规右转 被警方拦查 却在过程当中 不断顶嘴 开启了傲娇模式 甚至还撂出 你奈何得了我吗 当街示范了奈何桥 警察应罚单的告发机 一度掉到地上 这骑士果然计划通 捡起来当作人职 只为了换取不被开单 这一阵攻防之下 男子最后被压制在地 人不忘了嘴一句 我就是这样 嗯 顶得很好 下次别顶了 我要投给你签 你签不到我 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啦 我都很看不起警察 出事证件 我要执发违规 我不要 你证件不出事 对啊 好 没关系 你自己有奈何的凉我 你不是说车子不是你的 对啊 我偷来的啊 你不要把事情弄为那么复杂啦 对啊 就是一直想要搞复杂嘛 你东西掉了 要不要剪 我自己剪就好了 我跟你讲 你放我一马 我还给你一句话 就是你 对啊 你还在那边跟我在那边哭咯 对啊 我就是要这样子 你就是一定要这样 对啊 上车 感谢本周的善意资料提供者 也欢迎我们观众朋友们 在影片的下方 可以点题 您下周想看到我们来酸的议题 我们将会来选拨 高级酸新闻台 每周一下午5点钟上片 欢迎大家按用订阅键 这样就不会错过影片上片的时间咯 也鼓励大家多多回看分享 感谢您收看高级酸新闻台 我们再会咯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 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